本篇文章讲了一个全新的视频描述模型 然后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相比于以前的视频描述模型来说 它会多出好多的问法 然后它可以回答其他一些模型回答不了的问题 然后它模型主要讲了三个东西 然后它第一个就是它的全新的视频描述模型 然后第二个是它创造了一个测试集 然后第三个是它搭建了一个测试视频描述模型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这个模型具有简单的结构 然后具有非常准确描述视频内容的能力 然后并且就是你还可以要求它 以不同的细致程度来总结视频的内容 然后这个模型 然后就是它还有去捕捉特别微小的动作 和特别快速动作的一个能力 并且这个模型还可以识别视频当中镜头的动作 就是比如说这个镜头的缩放和旋转 然后并且它还具有做打一些比较开放问题的能力 就是它比如说结合视频内容进行续写评价 然后或者推理视频当中的内容 然后就是它这个测试集 就是它相比于以前的测试集的区别 它主要是它的难度会更大 就是它里边会包括更多的动作 就是更多的主体 以及更多的镜头运动 就是如果和以前的那个测试集来对比的话 就是以前测试集可能都是单动作 单主体和单镜头的 然后这也就没了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字节跳动它的数据多 我觉得就是这个 它有很多很多的video 对吧 然后video里面进行很详 它能够搞出很夸端的数据集 这个别人做不了 我觉得只有它能改 对吧 然后这个是它所提供的一个示例 然后就是先看这个左边 就是它这个左边 它可以以不同的细致程度来概括视频道的内容 就是比如说用一句话总结 简要总结和详细总结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些开放式问答 然后就是比如说让描述一下视频的风格 这个模型开源了吗 还是没开源了 应该没开源吧 哦 好吧 好吧 嗯 然后就是它 然后然后它还可以稍微推理一下 这个视频当中内容 然后它还可以对内容进行续写 然后这个是它就是它 这个就是它问了一个假问题 然后就是它问的是 就是它为什么这个视频里 这个视频里会有车 但是这个视频里是没有车的 然后这个模型也可以很好的识别 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 嗯 然后这个是它整个这个是它整个的一个结构 然后就是它会把视频的每一帧 就是都拿出来 呃 然后就是用这个CRIP这个Vision Transformer 就是来给它编码 然后给它 然后给它编码之后呢 然后再送入这个 然后再送入这个神经网络 然后用神经网络把它给映射到这个语言模型的 语言模型的token上 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视频的每一帧与每一帧中间 它还会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分隔的token 然后它这个神经网络还有它这个编码器呃 是被是被冻结的是不可训练的呃 然后就是在整个输入的后边再加一个分隔的token 然后把用户的问题给排在它后边呃 然后训练的是啥呀 它训练的是什么 呃 它它训练的是是上面这个语言模型 哦 这样子啊 但是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一般是语言模型不训练 训练一个mlp 他这个直接训练这个语言模型去了 对就是他这训练的是他这个语言模型 呃 然后他是通过预测下一个token的 就是预测的token的这个损失 然后来然后来训练这个语言模型 呃 然后这个是他一个 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训练策略 然后他一共他一共分两步 就是第一步是多种任务的预行练 然后第二步是这个是这个多种任务的指令 这个指令挑优 然后就是呃 虽然就是呃 虽然他到就是他训练好之后 他只做一件工作 就是去总总结视频上的内容 但是他在训练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给他做很多种类的内容 就是比如说这个字幕生成 视频问答 动作识别呃 呃多多图像理解和文本生成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为了 然后为了方便他训练 然后所有任务被统一为这个 文本生成形式 然后他的每种任务用特定的提示 来规范他的来数 来规范他的输出格式 然后他用这个Chad的GPT来增强 他训练的时候那个提示的多样性 嗯 然后这个下文这个表格是他 他统就是他统计了一下他所用到的 训练的时候所用到的公共数据集 呃 然后如果这个公共数据这个公共数据集当中 呃 他有的被分成了训练验证和测试三部分的话 那他只用这个数据集当中的这个训练部分 嗯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公开这个数据集以外 然后他还有 他有这个350万的他自己的一个数据 然后就是他自己 点搞不了 对 对 然后就是他自己这个数据当中呢 他有这个训练 训练模型跟踪主体边界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 呃 然后就是他第二步 然后第二步是这个多任务的指令挑游 然后他这里边也是 他有就是就是他这里边有有50万的他自己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加一些 在然后再加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公开的数据 呃 然后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种类以外 然后他又 然后他又加 然后他又加了一些任务 就是以不同的细致程度 来总结视频内容 然后和就是 然后第二个是描述镜头的运动 然后这个第三个就是他要根据视频内容进行创业写作 呃 然后就是在进行这个指令潮流的时候 就是如果是自己内部的数据 就是他会采样16帧 来进行训练 如果是公开数据的话 他会采样8帧 因为就是他的数据里边内容会更多 然后所以说如果用8帧的话 他可能信息包含的信息包含的并不是很全面 然后就是他在抽他在抽这个针的时候 就是他的每个视频的首针和尾针 是呃 是必须被抽样的 然后就是他中间那些针是把视频给评给评分之后 从每一份当中 然后自己来抽一针 然后这个就是他自己做的那个测试机 然后就是呃呃 然后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测试机可以测试模型注意微小动作的能力 然后和就是深挖这个视频深层信息和这个深挖这个视频深层信息的能力 呃 然后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一个他的一个主要特点 就是他里边拥有多主体多的动作和这个多和这个多和这个多镜头运动 然后就是他给然后就是他给做了一下统计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上边是他就是里面所包含的这个 所包含的这个视频的种类 然后就是他每种每种每种种类有呃 每个种类有200个视频呃 然后就是他他最有特点的他就是每就是如果给他算一个平均值的话 就是他每一个视频当中的事件有6.3个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主体有2.2个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然后就是他这个镜头的运动有有有一点有1.9次 然后就是这个就导致就是他这个测试级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呃 然后这个是他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字 就是他的那个自动这个他的自动评估算法 然后就是呃 然后就是他根据一段视频就是他会有一个参考的总结 然后他还会有一个被测试模型佛生成的总结 然后他通过一个拆的GPT 然后呃 然后就是把就是把这两个总结给总结成就是这种 就是按照条就是把它给列出来就是它里面包含了什么内容 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用这个再用这个再用这个再然后再用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来看一下就是在这六条当中 他就是他包含了这段文字当中的多少内容 一定可能是人类的 嗯 他呃 他就是呃 呃 呃 就是假如说在六条当中有三条遍了这个描述当中的内容 然后就是他会算一个召回率呃 然后就如果是这六条当中呃 呃 就是这六条当中有几条包含了这一段 这一段这个丸子当中内容 然后他会来算一个准确率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自动评述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就是他做的一个实验 然后就是他的第一个表格 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测试集 并按照刚才那个方法 所做的一个测试 然后就是他 然后就是他如果与这个 与这个视频描述模型相比的话 然后就是他虽然没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他还会稍微强一点 关键他也不大 他只有7d34d34d都根本就不算大模型 不算很大的模型 他因为主要是在这个 他是专门在video上做训练 这个还人家gemini gemini也是属于一种是通用模型 这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下边这个 然后就是下边这三个 然后下边这三个结果 然后他的变量 然后就是他的变量分别是 就是这个动作的数量 这个视频当中主体的数量 然后和这个视频当中这个镜头 所运动的次数 然后就是在这三个时间当中 他所就是所得到的结论和刚才这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没有使用他的那个自动评估方法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里边他所用的是 就是让人来评估 然后就是这所得到线结果 然后就是和这个模型 和这个模型相比的话 就是他是稍有落后的 然后和其他模型比他的优势非常明显 然后这个是他在那个 是在他在其他那种公共测试级上所所做的实验 然后他所包含的测试项目 有这个有这个有关视频内容的多远题 然后还有这个视频内容的开放式问答 然后还有这个少样本少样本的这个视频字幕生成 然后他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 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笑 这个这个是他的那个笑 他的笑容实验 对然后他一共做了 然后他一共做了五种实验 然后然后然后就是他第一个是 是去掉他的多任务运行链 然后第二个是去掉他的多任务 多任务指令微调 然后他的第三个是不使用多任务的这个运行链 而是使用单一任务主 这个运行链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第第四个实验 是使用单一任务的指令微调 然后这个然后他的最后一个实验 就是然后是只训练语言模型的前八层参数 就是他并不训练整个语言模型 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不管他不管是哪一个实验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性能的下降都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当中的所有结构是没有多余的 喂老师 对对我说一个都不能少 对就是他就是他哪个哪个步骤都不能少 就是他没有一个步骤是多余的 然后就没了没了 嗯 嗯 嗯